调制饮料改变人生 嗨大家好我是明石 欢迎来到世界镜头小酒馆 今天呢让我来分享四个 以可乐作为主角的 非常简单的居家调酒 首先第一个会用到的材料非常简单 就是红酒 然后可乐 那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可乐是用这种小罐装的 因为这样子 你每次调酒用的量其实不会很多嘛 你如果是买那种大罐的话 你每次倒一点倒一点就要再冰回冰箱 它很快就没气了 可是如果你买这种小罐的 一次用的量差不多 每一次的调酒都可以比较确保 它的气量是足够的 好那这杯调酒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拿一个葡萄酒杯 然后我们在里面加一些冰块 再来呢打开我们的红酒 倒大概一半左右 再加入我们的可乐 倒的时候可乐尽量不要直接冲击到冰块表面 因为它的气泡溢散会很快 所以我们尽量直接加到酒水里 比例一样大概就1比1 那我们就稍微摇荡一下 或者你也可以拿一个汤匙 我们给它搅拌一圈 一圈就够了 不要搅拌太多圈 不然它气泡马上就消掉了 好的那这样子一杯非常简单的 红酒可乐就完成了 这一杯红酒可乐呢 在西班牙是极简派调酒里面很流行的一杯酒 它又叫做Kalimoso 另外一个中文名称又叫做自由里欧哈 不过这样子听比较不太能够直接直觉的知道说 这是一杯什么样的调酒 所以就直接叫它红酒可乐吧 好那我们来喝喝看 可乐它的甜很适当的包覆住那种红酒它的葡萄香气 我选的这个红酒是非常平价的 你在卖场里面容易找到 这个是百花之秋的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这一杯调酒它主要的风味还是来自于说 你挑选的红酒 所以说如果你比较喜欢酸一点的口味的话 我自己这杯我调是觉得足够了啦 那如果你喜欢更酸一点的口味的话 你可以再加个柠檬 你要加柠檬汁或者柠檬饺子先丢下去那也可以 那如果你喜欢那种红酒特有那种比较色的那种感觉的话 那你可以找一些丹宁比较重的红酒 而外的小知识哦 其实那种我们说喝红酒那种色感啊 它其实是触觉 就像是我们说辣 辣其实是一种痛觉一样 它其实不是味道 这杯酒我自己平常假日就很喜欢喝 因为如果说我确定到有没有要出门的话 我不会自己骑车或开车的话 那我就会早上可能会想要吃一些比较重口味的食物啊 比如说有用到汉堡排啊 或者那种盘餐有没有 那自己调一杯这个就非常的搭 尤其它那种葡萄的香气 它就像是一个类香槟一样 很适合出去野餐啊或者说招午餐的时候 你就倒一杯然后这样子和配着你的招午餐吃 我个人是觉得它非常适合搭一些比较重口味的啦 甚至烟熏的味道 反正就是有一些肉 甚至你有时候盘餐一定会有沙拉嘛 那个沙拉上面如果有苹果片的话 你可以加几块丢进去 让它浸染一下你的红酒 那它那个苹果 你再把它加起来吃的时候 会非常的香甜很好吃 这是一杯我非常喜欢的简易调酒哦 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 如果说早上就喝的话 千万千万拜托不要酒驾 我们理性饮酒 我们可以享受酒的美好 但是麻烦不要酒驾 酒驾只会带来痛苦而已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杯 我是以酸甜作为它主要风味 去做分类的一杯调酒 Kalimoso 红酒可乐或者叫自由里欧哈都可以 第二杯是威士忌可乐 那当中最经典的 还是要用波本威士忌 加可乐套出来的波本可乐啦 所以这次用的是 美国的波本威士忌 然后可乐 我们要拿一个杯子 然后先加入一些冰块 拿出这种八叉匙 或者说你家里面有吸管啊 比较长的汤匙 筷子啊都可以 我们从旁边插进去 然后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这么做的用意是 快速让杯子做一个冰镇的效果 我们搅拌到大概它周围的杯壁 那个镜头看一下 周围的杯壁出现冰雾的时候 就可以了 而且这样子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 我们就旋转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加速我们这种方块 冰块它周围尖锐人角的融化 这块部分本身就是 它融化速度特别快的部分 我们像这样子先快速把它融化掉 到我们酒水加进去的时候 它才不会过度的稀释 让我们的风味跑掉 所以我们这边是有点就是 快速的把我们不要的 边角料把它去除掉 好那现在这样子 杯子冰镇的差不多了 你可以用一个汤匙 或者你用手都可以 反正居家调酒嘛 简单方便就好了 把里面的冰水倒掉 好然后我们加个 30cc的 波本威士忌 家里面如果没有这种 凉杯啊或者这种GIGER就是 很方便的这种凉测工具的话 30cc大概是多少呢 以成年男性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这个中指啊 中间一个指节 我们手指有三节嘛 那大概就是一个指节这样的高度 然后它的宽度呢 你就想我们台湾这边的养热多一瓶 大家应该都喝过养热多吧 养热多一瓶 台湾这边卖是100cc 100毫升喔 那大概就三分之一 那养热多的宽度 然后高度就我们一个指节这样 所以大概一下就可以了啦 不用到这么准确 反正如果说 大家有兴趣的话 再去自己去买一些工具 当然越准是越好啦 不过居家调酒嘛 方便就好 然后这边呢 我倾向于再加一些柠檬汁啊 加这个有个诀窍喔 这种切好的柠檬啊 你中间可以给它 多一刀 然后用刀字 稍微抵住 这样子挤 这样的柠檬汁大概在15cc左右 让它这个柠檬汁沿着你的刀口 流下去 我们一颗柠檬啊 如果你把它对半切 挤下来就是半颗柠檬的量 它的柠檬汁大概会在25cc左右 那这是一个小技巧 所以说因为我们调酒很常会用到柠檬汁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去做一个大概比例的抓取 反正半颗柠檬汁 可能半颗柠檬就是25cc 那当然如果你是买那种很小颗的或者比较大颗的那个就大概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柠檬汁再加个5cc到10cc左右 我再补一些冰块 把可乐加进去 一样我们闪过冰块 尽量不要直接冲击到冰块 你可以搅拌一圈就好 或者把冰块上下做一个提拉的动作 这样子让它可乐跟底下的柠檬威士忌 做一个混合 嗯 这样子 非常简单的 柠檬可乐就完成了 好 我们来喝喝看 嗯 好喝 它是一个 蛮甜的 非常芬芳 那个香味非常张扬 很奔放的一杯 简单的调酒 大家如果有去露营 应该也会有 常常有些朋友他们会调 好久的 应该也很常 去喝到这个柠檬可乐 最重要的就是他用柠檬威士忌啦 因为柠檬威士忌他用 透过那种很全新的橡木桶 他就会有很重 那种很奔放很新鲜的花果香调 我自己用其他像是苏格兰威士忌去调的话 像比如说用雪莉桶的那种威士忌去调 那他的味道就我个人就没有那么喜欢啦 我觉得还是要加 柠檬威士忌会更好喝一点 可乐的味道我比较喜欢加柠檬 比较不喜欢太多的木质调或者那种烟熏味 这也是一杯很适合配餐啦 野餐 野营 露营的时候 跟着朋友聚会调来喝的酒 简单好喝又不会失败 好 再来我们的第三杯调酒叫做苦净甘来酒 那这杯调酒说穿了他其实就是韩国版本的深水炸弹 他需要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他主要是对杯子的要求啦 需要一个啤酒杯 或者你没有这么典型那么自私化的这种啤酒杯的话 你也可以反正就是找一个大一点的杯子 最好是透明的 然后两个小韩国烧酒杯 或者说你有那种Shark杯 或者其他小的新酒杯也都可以 只要他可以像这样子 可以这样堆叠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材料的部分呢我们会用到 我选的是蒸露烧酒 韩国的蒸露烧酒 然后啤酒 还有可乐 那这杯的制作方法也比较特别喔 我们先拿出烧酒杯 来可乐加大概一半 一半左右 烧酒 烧酒的话也大概加一半 或者你如果比较喜欢喝韩国烧酒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加满 再来呢 拿出你的大酒杯 这边要小心啦 拿着你的刚才装可乐的这杯 小烧酒杯 小心的把它放到里面去 你可以像这样子 一手压着旁边的杯口 让它慢慢的滑进去 尽量让它放在中间喔 然后把韩国烧酒 放进去 好 它就会变成像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说你要挑 尽量挑透明的这种大酒杯啊 再来最后一步 就是拿出你冰透的啤酒 那倒的时候呢 尽量可以倒旁边啦 我们可以采用那种三段式的啤酒倒法喔 这样子它的泡泡味比较绵密 再跟大家说一个小知识喔 就是你如果是选那种透明的啤酒杯的话 你倒啤酒的时候啊 如果你发现啤酒 它会在你的杯子边缘 那我这个 这个是没有啦 这个现在你看得到 是因为里面还有烧酒杯 不然如果说你杯子 不干净的话 它会在你的啤酒杯 出现很多小气泡 就很像一个地毯那样子 就像 就叫气泡毯啦 那代表说你的杯子不够干净啦 好第三次倒嘛 拉高 好 好有点满出来了 不过没关系嘛 啤酒嘛 就是要有点满出来的感觉 看起来才清凉好喝 那这杯 这就是我们的苦境甘来酒 韩国版的深水炸弹 我们来喝喝看哦 我们来喝喝看哦 哇 那个麦芽香 它的风味呢 主要还是取决于你用的啤酒 因为 我挑的这个就是比较 清淡 然后是因为下沉发酵的那种 拉格啤酒嘛 所以它是麦芽香气比较重的 苦味是还好 但是这一杯苦境甘来酒呢 你如果想要品尝它 最原始的那个名字上面那种风味的话 你可以去找一些像是 比尔森啤酒 或者是 IPA 那个 这样子下去 真的就是一杯 苦境甘来的调酒了 它会叫做苦境甘来 是因为上面你会先喝到 啤酒的滋味 然后还有韩国烧酒 在最底下 喝到后来的时候 因为可乐会被释放出来 所以就会感觉到甜甜的 所以这杯酒叫做苦境甘来酒 那这样子搭呢 它的味道很特别喔 感觉 我就说我这个搭配啦 它有一种 仿佛你吃下鲑鱼后 那种回甘的甜味很神奇 这杯酒现在是甜味 我现在整个口腔都是甜味 但是不是那种蜜的甜味 而是像鲑鱼那种甜味 它是一个我觉得 变化非常明显 很有趣的一杯调酒 我个人是觉得 就算你不喜欢啤酒的那种啤酒花 你平常不会喝啤酒 但是这杯酒 应该会让你很惊艳 也是喝得下去的 嗯 它也很适合聚会聚餐 露营的时候 反正 大家好朋友嘛 聚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 甚至你去热炒店啊 大家聊天 喝一些酒 你可以加个比如说 18天啊 台啤啊什么都可以 反正你挑你自己喜欢的啤酒嘛 做一些变化 还蛮有趣的 那如果你本身 又喜欢韩国烧酒的话 哇 那这样子就更棒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第三杯 以苦味 作为主轴风味的 苦净甘来酒 在我们今天最后一杯 叫做 八坦哥 或者八坦家 那这是一杯 在墨西哥非常 道地 非常 就是我们说 那个内行 巷子内的人 才会喝得简易调酒 首先呢 我们要拿一个杯子 然后我们会 再次会需要用到盐巴 材料有 墨西哥嘛 然后可乐 那这边做法 我们先布冰杯 我们先 拿一个小碟子 就是 盘子啦 加一点盐 我会建议你 再拿一张面纸 把你的盐 稍微 扑平 稍微压一下 把它压平 这样到盐口杯 做出来的时候 会 比较漂亮 然后我们先把它 放在旁边 然后我们会需要 先切一块柠檬 我要我们 去头去尾 然后中间 对半切 这杯 这杯巴坦加的柠檬 会用到半颗 好 然后拿出刚才的杯子 我们在上面 拿柠檬稍微 滑一下杯口 垂直的 沾下去 刚才铺的盐巴 好 这样非常漂亮的盐口杯 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一样加个冰块 这杯酒 是一杯 非常随性的酒 没有那么多 一定要怎么做 所以 你冰块 可多可少 对人喜欢多一点 冰块就是给它塞爆 这样才清爽好喝 滑起啦 加个45cc 好 然后柠檬汁 柠檬汁 你可以用我刚才的 刀子的那种压法 你当然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 手压式的 炸子鸡是最好啦 把半颗柠檬挤进去 再来就是 加可乐 一样我们散过冰块 可乐加满 最后呢 这边我们就要加入这一杯 巴坦加的灵魂了 根据它的发明者 唐哈威尔 这位老先生所说呢 你必须拿出 陪伴你最久 最神经百战的那把刀子 对我来讲的话 就是这一把啊 这把常常拌水果去野营啊 露营 所以它削过水果 拌过沙拉 也切过火腿肠啊 香肠什么的 它都做过 所以这把刀 是我的好战友啊 你要拿出 你最神经百战的那把刀 插进去 随性的 随意的搅一搅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这杯巴坦加 它真正的灵魂 其实是这把刀子 你要把各种风味融进去 OK那这杯巴坦加 我们的第四杯可乐调酒 就完成了 喝之前呢 你可以 所以 再把刚才压过的那一块 半块柠檬 丢进去 稍微增加一点点 它那个柠檬的香气跟苦味 有够好喝 在用到 用到 Takira调酒里面 我非常喜欢这一杯 因为它非常简单 很自由 很随性 但是又很好喝 虽然说现在Takira很流行啦 不过还是有很多不敢喝的人 我觉得这一杯应该也很容易被接受 它其实就是建立在Takira的经典喝法 盐巴 龙斯兰酒 然后再咬一口柠檬 这三个味道上面 再加上可乐 它可乐的气泡 跟它甜味 把Takira的那种 有点过多的 独特的那种药草味 给它稀释了 给它再 甜化了 再加上气泡感 所以整杯喝起来很清爽好喝 把我盐巴在前面做一个铺层 先让你的嘴巴咸咸的 想要喝下一些清凉的饮品 马上随之而来的就是 气泡感的可乐跟Takira 这杯也很适合野营露营的时候 大家一起出去玩 很随性 调一调 就这样完成 又好喝 又好调 我很喜欢那杯调酒啊 喝起来除了龙斯兰的味道之外 可乐的甜味 它有一点点像是梅子啊 那种甘甜梅的香气 还有柠檬的清香 我觉得也是一杯 非常容易 不小心就喝过头 喝太多的调酒 好 那以上这四杯 就是这次分享给大家 不管是你自己居家 在家里面想要 稍微喝一点 或者说 大家一起出去玩 去露营 去海边玩 去哪边玩 聚餐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 就调制出来的简易调酒 我之所以会用可乐 作为这个主轴 当作它的基底 是因为 我相信有一些 很想要品尝酒 很想要踏入酒的世界 但是 对酒 并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 那你如果一次跟他讲说 你要用到什么酒 什么酒 什么酒 以什么酒作为基底的话 可能名字记不太起来 所以可乐嘛 大家有时候去逛个卖场啊 去个超商啊 可能随手就带个一两瓶 你用这个去做记忆 用这个去做变化 去做分支 其实我觉得是 会比较方便记忆啊 因为他其实也没什么啊 加的量也都不多 就是几个东西 配方加在一起 你看像这个 这么小罐 这种小的迷你罐 它是比一般的铝罐 还要再小一号的 它就可以做两杯调酒了 至少做两杯 而且都这么大杯 其实材料我自己也是觉得蛮神的啦 然后我分享的顺序 其实就是 酸甜苦咸 大家可以在做可乐调酒的时候呢 你自己挑选一个 你今天想要品尝的风味 你喜欢苦味 就选苦尽甘莱酒 你喜欢咸味 就选巴坦加 那你喜欢一些酸色感 你可以选一开始的 卡里摩索 自由里油花红酒可乐 或者呢 你就想要很清爽甘甜的滋味 跟很多种花香的滋味 搭配的烤肉什么的 那你就可以选经典款 剥本可乐 以上这四杯调酒 希望大家会喜欢 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 时间也许不会等人 但我会 我是明依石 我在下一部影片等你 Cheers 哇 哇 真的是 有够爽 大家喝这个苦尽甘莱酒 有时候要小心啊 嘴巴 门牙 不要被里面的烧酒杯给它 撞伤了 培根 番茄 蔬菜 这样子的一个早午餐 像是总会三明治 跟这些也非常的搭 咬拌一下 嗯 嗯 雖然说 总会三明治本身 就已经有各种方香了 水果啊 蔬菜 培根 各种味道 根拨本的那种花香 宛如 奶油一般的那种 香甜 还有各式各样的花香 香蕉的味道 并不冲突 嗯 老朋友 它那种 葡萄的味道 甚至我觉得很神奇 有时候喝 这杯 卡里摩索的时候 有时候会感觉 尤其是你喝下去 吞咽下去之后 它会一种 回勾 一种圆润的香气 它仿佛是像你喝 珍珠奶茶 咀嚼那个珍珠的那个味道 很有趣 这个 巴坦加 阿天嘎 他的发明者呢 唐哈威尔老先生 高龄95岁吧 我记得 他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他开了一个 在巷子内的一间 非常道地本土风味的一间小酒吧 与其说是酒吧 那看起来更像干妈店那种感觉 那间酒吧已经开了60年了 就是这一位 当地人 非常喜欢去他的酒吧 特别他这一杯 巴天嘎 好啦 剩下的我就要慢慢吃啦 这部影片到这边 正到结束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咱们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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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